他每次杀人 都会给受害者注入一种寄送药 让其微笑着面对死亡 更变态的是 他会割破受害者的手腕 随后在旁边放上一款老旧时钟 让受害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 一分一秒地感受生命的逝去 却又无可奈何 由于犯案近时期也没被抓到 他的变态欲望再度不大 这次他不仅要杀人 还要嘲笑警方的无能 在作案前他打电话报了警 告诉了警方杀人地点 而这通电话正好被执勤的刑警小兵接到 由于局里的警察大多出任务局 小兵只能和师兄一起赶到报警地里 然而报警人并没有输出具体的位置 所以两人只能分头寻找 小兵率先发现了异常 在三楼的门口处 他发现新鲜的鲫鱼被扔在地上 并且房门连钥匙都没把 小兵知道出事了 他掏出了配枪 随后慢慢地进入了房屋里 可谁知就在开卧室门的瞬间 一把力气刺入了胸膛 小兵想要开枪 可这是他第一次出警 遇到的犯人还如此凶狠的硬态 当即就被吓到脑袋空了 听到动静的师兄很快找到了这里 就在和凶手擦肩而过的时候 师兄猛然发觉 一个维修工手上竟有大量血迹 但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凶手率先拿起了酒 先一步打了个措手不及 趁着混乱期间 凶手捡起锋利的瓷砖片 直接就刺向了师兄父母 当醒来的小兵追出来时 师兄已经惨死在了楼道里 而这件事也成了小兵心中挥之不去的头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怒目 何至于此 但已经没有时间让他惋惜了 警方找到了附近的电话亭 就是有人在这里报的警 交代了作案的地面 警方怀疑报案人和凶手是同一个人 因为受害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报警之后 毫无关联的人怎能做到未卜先知 而据电话亭的老板说 打电话的是个男性 右手有明显的烫伤痕迹 于是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开始了加大排查力度 但结果很意外 警方虽然没有找到凶手的踪迹 却发现了一个案件目击者 小男孩名叫夏木 是死去受害者的干儿子 因为父母常年在国外工作 所以把他寄养在了受害者的家里 虽然跟受害者没有血缘关系 但两人的感情却胜似母子 在案发当时 夏木就在阁楼上玩耍 虽然没有看见凶手是如何进到家里的 可他却亲眼看到小兵是拿着枪进的家门 但凶手还是光明正大的跑 这让小小年纪的他恨极了小兵 身体疯走了坏人 小兵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孩子 或许他更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 十几年过去了 小兵从未放弃过对凶手的调查 可还是一无所获 直到这天 公园里发现了一起新的杀人案 死者双手被反向捆绑着 像罪人一样跪在了地上 其中一个刑警推测 这肯定是一场情杀案 肯定不是为了钱啊 这八成就是个情杀案 你看这地儿 山金水秀的 环境幽闽 对 这地方隐秘 适合秘密约会 可是他刚说完 一个新来的刑警就给出了不同意见 而且是一针见血 约会会穿着破洞的雷影 他的话让这时的小兵队长很是开心 看来 刑警队终于来了一位高智商的神探 小兵队长想要拉他入 于是单独开车拉上了他 想要说些悄悄话 男人惨死在公园里 尸体被捆绑成诡异的姿势 可是当警方查清他的身份后 却又都觉得死有余辜 因为警方在死者的电脑里 发现了上千个虐待动物的视频 有时甚至一个月就虐杀十几只 而男人惨死的样子 就和视频里被虐待的动物极为相想 这不免让警方怀疑 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为宠物报仇 但是被虐杀的宠物太多了 警方也不知从何入手 夏木想着在档案库里找找之前 有关宠物的案件 结果发现有一起三年前的案件十分特殊 一个少年的宠物狗被人撞死了 而撞死宠物的车辆 当晚就无缘无故地自然了 警方怀疑过是少年纵的活 可是却有一个心理医生 替他做了不在场证明 案件就不了了之了 冷对觉得是有蹊跷 于是和夏木来到了少年家调查 家里挂满了狗狗的照片 少年的母亲说 三年前狗子被撞死的时候 少年难受到几乎抑郁 是有一个心理医生帮助他 送给他一条新的宠物狗 他这才好受了一点 冷对觉得这心理医生有点不对劲 但就在他思考的同时 夏木在洗手间里发现了重要线 在下水的管道口处 找到了一些残留的杂草和泥土 经过对比 和公园死者附近的泥土一致 那少年大概率就是凶手了 冷对也刚好得知 少年新养的宠物狗 也是在最近被死者虐杀的 不过诡异的是 从公园里挖出来的宠物尸体中 并没有少年的狗子 这只能说明了一点 说明 夏花军杀的人之后 把狗的尸体挖了出来 放在了灯状包里面 给狗 洗了个澡 可让人头疼的是 少年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没办法 两人只好先去调查 心理医生沈宇 他们把沈宇叫到警局问话 沈宇却说跟少年不熟 更奇怪的是 沈宇在看过虐宠视频后 表情虽然惊讶 但兵队看出这种惊讶扁平紧通 要知道正常的惊讶 绝对是伴随着一货不解采对 于是兵队拍夏木 24小时监视沈宇 结果没想到 不仅当晚就把沈宇跟丢了 还发现少年摔死在了一处烂尾楼 在那里警方发现了 虐宠案死者的误解 上边还查出了死者和少年的指纹 虐宠案就这么潦草告破了 但冷队知道 这案件不可能和沈宇毫无关系 他查到少年的父亲 曾在那片烂尾楼打工 后来却意外失足摔死了 更奇怪的是 少年不仅目睹了全部经过 路口共识 居然还井然有序地讲得出来 冷队不禁怀疑是沈宇在叫他脱罪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沈宇不仅是帮他脱罪 就连纵火烧车案 灵宠死者案 都是沈宇在给少年善后 因为少年的父亲经常殴打家人 导致少年有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经常去沈宇那里看病 沈宇也渐渐心疼起这个少年 有次他看到少年 差点被他的父亲给打死 他劝少年还击保护自己 结果少年一失手 把父亲推下去摔死了 虽然不用再受家暴之苦 但少年的精神愈加不堪重负 时不时就能看到 死去的父亲来找自己 在沈宇甩掉下幕的那晚 他本想赶去烂尾楼开解少年 没成想少年把他幻想成了父亲 吓得当场跳楼摔死 而兵队找不到其他线索 只好去调查沈宇的身世 但不查不要紧 必查吓一跳 沈宇的父亲沈海洋 据说在十几年前就失踪了 而且失踪日期和一起 连环杀人悬案的犯案时间特别近 更可疑的是 在沈海洋工作的地方 居然没有他任何资料 就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这个人一样 他每次收到父亲的礼物 都要先戴上手套 然后拿出一套专业工具 试图采集到父亲的指纹 但每次都一无所谓 父亲已经失踪十几年了 每年只在他生日时偷偷送买礼物 可他又不敢让警察去找 因为他从小就怀疑父亲是个连环杀人犯 那天他刚放学 就发现有位警察在走访调查 而对方描绘着杀人犯的样貌穿着 居然和他的父亲一幕一样 他立马赶回家 却发现父亲已经不见了 只给他留下一封信 说遇到了一些麻烦必须离开 信上还教他如何清理掉相关 于是他开始抹出纸 并烧毁父亲的所有物理 就连父亲工作所在地的大案等等 他都清理了一干二净 随后在15天之后 才去警局报了失踪案 可这一失踪就是十几年 沈宇总感觉父亲就藏在自己身边 暗中关注着自己 但他不知道的是 刑警兵队一直在调查 十几年前的那起连环杀人案 甚至一度查到了他的父亲 沈海洋 但这天兵队在审问一个嫌疑员时 发现这人右手有烧伤 和十几年前那个杀人犯的体征一模一样 却并不是沈海洋 嫌疑人说 我只是推了那个售货员一把 他的死与我无关 结果尸检报告出来 发现售货员是过劳心梗而死 还真和他没有直接关系 于是他被放了回去 但兵队太想破掉那起玄案 他曾经和杀人犯打过照面 杀人犯的眼神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于是他设法让男人 穿上了杀人犯那时的装扮 并在一旁死死盯住他 不肯放过他一丝一毫的神态电话 结果却是 太刺人了 我求求你们 还是把我抓进去吧 我的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总得要命 把我抓进去吧 把我抓进去吧 兵队没看到那种眼神 知道还是找错人了 但男人反而被一系列事情 搞得心神不明 坐立难安 他只能去看心理医生 结果这个心理医生就是沈宇 看着眼前这个酷似父亲 并且还自我怀疑杀过人的患者 沈宇心里有了一个 移花接木的妙景 他先是让男人听一些舒缓的音乐 选择的曲目 却能让人潜在变得焦虑 然后利用药物 让男人的焦虑越来越不可控 最后让男人念出黑板上的字 说这是释放焦虑最后的办法 但男人不知道的是 黑板上的那段话日后将害了他自己 他虽然发泄得畅快淋漓 但杀人已经在他的潜意识里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沈宇给男人开了一幅迷幻剂 随后偷偷在他家里挂满了受害者的照片 伪造出了一模一样的杀人现场 吓得男人魂飞魄散 在男人被吓晕之后 沈宇清理了现场 第二天 男人又来求助沈宇 他说他没有杀人 又总是做杀人噩梦 沈宇说 有一种迅速记忆治疗法可以帮你 他写下了每一个死者的姓名和死亡事件 随后让男人记住 并默写在黑板的另一侧 而接近崩溃的男人 配合的简直不要太积极 而现在 所有一切都准备就绪 就差让男人背锅了 啊